嗨,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 Hadoop 2.x 入门剪辑及生态系统 我们这节课讲解 HDFS SHAM 就是说通过HDFS的命令行接口 实现上传下载查看删除等 首先介绍一下HDFS SHAM 是什么 它就是一种调用文件系统的 SHAM 命令 这里主要是针对的是 HDFS Hadoop分为 HDFS和 MyPayDios 那么这里面我们讲解的是 它的一个重要组件 HDFS的一些 SHAM 操作 之前我们讲了一些 Linux 的 SHAM 操作 总体来说 Hadoop 的 HDFS SHAL 跟 Linux 操作系统的 SHAL 类似 首先我们要配置 Fs Default 的 Name 设置为 HDFS 这种路径 这样就说是指定它的文件系统 然后通过这种 URL 的指定 我们就有了一个统一的 HDFS 一个入口 好 我们看一下配置向在哪里 首先我之前的机器比较卡 我现在采用我 Hadoop 1.1 的这种配置来讲解 这并不影响 2.0 操作它是一样的 首先启动 Hadoop 然后看一下它有哪些进程 首先有 Name Node Data Node Task Tracker 还有 GPS 本身 它是一个加法进程 专门查看有哪些加法进程的 还有 3K 的 Name Node 还有 Double Checker 这几个名字有的话就说明了 机群已经正常启动了 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机群 用到 user local Hadoop 1 我看一下配置conf 然后看一下 Calcite 看到没这一个属性就是配置默认的 HDFS 的路径 它的 UI就是 HDFS 这里面是一个机器名加端口 9000 还有 Hadoop的临时路径 等等 好 配置这一项就已经可以使用 Hadoop的默认的路径了 那我们这地方就可以使用 Hadoop的命令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讲解一下 Hadoop有哪些操作呢 首先之前也讲到过一些 它和其他操作系统一样 就是有这些读文件 创建目录 移动文件 删除文件 列出目录等等 使用Hadoop命令的时候 我们确保 Hadoop是正常启动的 还有它的命令格式 是Hadoop 是Hadoop Fs 这中间有个空格 然后是杠 然后是具体的命令 比如说 Fs. 杠 POOT 对吧 上传 后面是它的参数 基本参数 基本参数如下就是 有些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帮助命令 输入-help就可以看到一些帮助了 那我们借此呢使用这个Hadoop Fs-help 看一下它的帮助说明 那这地方呢就列出了所有的这个Hadoop的Fs的一些命令 比如说常见的Ils Fs-do-mv-rm-cat等等 那这地方看上去就有些乱 我们采用 这是因为help是一个具体的帮助 所以我们直接输入Hadoop回车 那这个时候它列出来的东西相对就较少 少少很多 但是注意 这地方列出来的东西呢 是Hadoop的命令 其中包含了Fs 也就是说这样列出来的东西呢是Hadoop命令的全集 那Fs呢只是HDFS的一个一部分而已 那还有Fs ck是吧 好我们看一下Fs 然后回车 这个时候呢它也列出了一些一些命令 相比刚才我们看了呢 又好很多ls 首先讲解这个列出文件的列表 就是说列出一些目录ls一下 这里面包括这个文件目录 还有文件 实用的命令呢 是Hadoopfs-ls 然后是哪些目录呢 然后-就是根路界下的哪些目录 这之前也是讲过了 那这是根路界下的一些目录 那下一个我们讲解这个lsr 然后这地方呢就是一个地归 强盗的是地归 好我们看一下 按上键 Ir3 它就会列出所有的 下面的所有的目录 以及文件 大概看一个 它列出了User User下面有一个Hive Hive下面又有一个Warehouse InTable1050的东西 下一个命令 DoPath 它是看这个路径下磁盘的使用情况 就说是文件大小 好我们看一下 我们还以Do开始 还是- 它就显示出这个-下面所有目录 或者是文件所占预的磁盘情况 那下一个呢就是DoPath 它和Do相似 就是列出全部的文件 和目录磁盘的使用情况 好我们看一下 Do 这地方呢它是一个汇总 就是说是Do呢 只是一个详细的一个 每一个目录的大小 它的Do就是一个汇总 它就是把这些加起来 还有一个是Move 那就是移动 把原文件移动到目的文件 好 Move 我们先看一下有哪些文件 还要试一下 我们到user下看一下 然后再到temp一下看一下 然后再到马开东上面看一下 好我们现在呢将 嗯 马开东下面的wordcount.txt 复制到temp下面 因为temp下面没有 我们去做一个移动 Move 马开东下面的 为了防止错误 我们复制一下 粘贴 然后到哪里呢 temp下面 好 一定成功 我们看一下temp下面有什么 好 现在它就跑到temp下面 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马开东下面本身有没有 它就不存在了 所以Move是一个移动 相当于一个先剪贴 后粘贴这种感觉 它并不是复制 好 现在来了 如何复制呢 用cp 我们现在呢 将这个反过去 就是将 刚才的temp下面的复制回去 对吧 temp-wordcount 或者哪去呢 马开东下面 在这 好 我们列一下 就回来了 然后下一个 rm 删除 删除一个文件 好 我们删除一下temp下面 temp下面的wordcount 它已经提示说删除成功 我们可以验证一下 确实删除成功了 好 我们现在去删除 再ls一下 它下面的这个 have-root 有这么多文件 好 我们现在想删除这一个目录 怎么办 我们用rm看一下 好 它说不能去删除这个目录 如果想删除目录呢 请使用rmr 好 我们去删除一下rmr 然后它已经提示删除成功 不放心的话 再验证一下 好 好 它已经提示没有这个文件了 那也可以去上一期看一下 确实没有了 刚才解证到这个rmr 然后帝规删除它的所有目录 这边还是写的不对 这里面目还有cp啊 原目呢都是hdfs路径 并不是我们的local本地的目录 正面就出现了一个上传 上传是input 这里面的上传的原路径呢 就是一个本地路径 这地特意写了是local src 好 我们现在上传一个文件 首先我们在这地方创建一个文件 原来macadon.tlt 随便写一个 macadon 好 从退出 然后hadoopfs-put macadon 传到哪去呢 就传到macadon吧 回车 上传成功没有呢 我们ls一下 刚才我们写的macadon.tlt 上传成功了 好 紧接着呢 我们再看一个 copy from local 拷贝一个来自本地的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到这个目的地 那我们看一下 我也复制下这个命令 他说跟put相同 看下相同不相同 好 我们复制到time下面 好 我们看一下time下面有没有 好 他有了 确实 他这种copy from local和put是一样的 那建议使用put 他简单一点 好 木 来自本地 到达一个目的地 把就是一个本地的拷贝到一个 目的地的一个地方 他这地方也说了 就是将一个文件 本地的一个文件 上传到hdfs这个test目录 再删除本地文件 或目录的这个local src 好 我们也看一下 看清楚这个木是本地的 我们也复制一下 好 这个文件 就刚才的马开灯 动到 马开灯号 好 我们先ls的本地 发现 我们再因为太多 我们可以自己过滤一下 看一下马开灯的tt有没有 他确实没有发现 马开灯说明他本地已经删掉了 对吧 然后看一下 hadoop上面有没有 马开灯号里面 好 我们找到这个文件 这就是 这个命运的意思 是move for local 移动本地的一个文件 到hdfs 并且删除本地文件 余接受这种需求 是非常有用的 get一个文件到这个本地 这上面是个下载 好 这里面要注明一下 这个下载 好 那看一下下载如何实现 那我们获取马开灯 下面的这个 马开灯 解 tft 或写到本地 get 本地的哪呢 当前路径 我们看一下当前路径有没有 好 有 在这里 我们可以cat一下 就是我们刚才写的 就是我们刚才写的 rm 马开灯 ok 再看下一个 get mod 圆 然后到本地的一个目录 目的 目录 对吧 本地的一个路径 好 合并 get mod 这地方呢 我们先看一个目录比较多的地方 先合并 hadoop hadoop fs-ils- 然后开灯 好 就以这个目录来合并嘛 然后是get mod 合并哪去呢 本地写个点 当前路径 好 好 iis一下 然后他就 把马开灯 莫 莫 莫 直到 合并到这个当前路径 然后mall 一下 看到没有 这就是马开灯里面内容 我们过滤一下里面有一个马开灯 看到有一行确实是马开灯 好 他这地方是一个文件的合并 相对于cat命令 合并文件 然后下一个 查开文件 这是一个显示文件内容到标注输出上 cat命令 看一下 看一下 cat命令 看一下这个文件 那就已经看到了对吧 还有一个查开文件 方式是teft 它目前来看是一样的 好 下一个 还有copy to local 显然呢 它就是一个 拷贝到本地 意思就是说 下载 也看一下 我们先向本地的马开灯删掉 删除吗 确定 然后拷贝到本地 目的 目的 ioc 一下 它确实 iol一响 看想起的日期 是的 它已经考过来了 下一个 makedir pass adobefs makedir 创建一个目录 创建一个 马开灯 好 看 查看一下 创建成功没有 按 s 一下 好 创建成功 马开灯 下航线 com 在讲这个命令行的时候呢 它咱有没有注意到 我在说 这个fs-is的时候呢 写了一个 杠 它是一个根路径 然后就觉得有些奇怪 这个根路径到底是什么呢 啊 之前我在配置文件也说了 就是你在配置文件写什么 它就是什么 对吧 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 cowset 那你写的是htfs-杠-haddobe5-9000 复制出来 相当于这地方 已经配置了一个根路径的 一个uri 那在我们写的时候呢 实际上 我们就省略了一个 这个 配置的这个 路径 那我们可以补权一下看一下 验证一下我说的 对不对呢 htfs-ls 我们把它路径补权 说白了 那就是相当于我们上 上那个 一个网站 然后又要有这种 协议说明一样 那htfs本身这地方 就是一种协议 这是我们隐藏了 它的一个特定的 一个前坠吧 算是 那这地方的前坠 实际上就是htfs 冒号双鞋杠 然后是机器名 这地方呢 对应这个机器名 然后是端口是默认是9000 然后你回车 因为这地方 他说没有这一个文件名 对于ls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指 因为这前坠嘛 我们还没有指定 它的目录对吧 我们就指定于根目录 加杠回车 好 那这个地方呢 就列出了htfs的一个 这个根路景下的一些目录 和文件情况 好 那这样子呢 就等同于一个写杠 那这地方做一个声明 这句话呢 就是等价于这样 因为我们每次去这样写的话 那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为了简单期间 我们就 H2本身呢 就是 将这个隐含的就夹在这个杠 杠的前面